沒有啦,今天要很長一段時間啦 好,拖到頓口,記得齁 你只要對待號有問題,就回來想一想 他們的意義是什麼 好啦,我說 假設Y跟S分正比 通常會怎麼寫出它的關係 我會這樣寫 Y等A等S 我都可以寫出它的關係 A是什麼,A是一個係數 不管它是多大,它可以3 可以5,可以7,可以6 我不知道那是球出來的關係 所以我可以換一條線 Y等於A一定可以畫出一條線 一定可以畫出一條線 是不是一定可以畫出一條線 你想想幹嘛 A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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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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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X是什么意思? AX就是A乘以X 没有来错啊 X等于1的时候 AX会等吗? X等于1 AX会等于1 不对 就等于A 就等于A OK? 就等于A 所以X等于B的时候 这边就可以看到这是A 是不是? 那X如果等于2的时候呢 Y得多少? 多少? 2A 对不对? A不就是2 A当然不是2A 我画的不是正方形吗? 我如果画的正方形的话 A就是1 A其实是这边跟这边的比例关系 看得出来吗? 比例关系嘛 所以如果这边等于这边的时候 A等于多少? 如果这边的高度等于这个宽度的时候 A会等于1 等于1嘛 我会等于A嘛 A会等于1 对不对? 如果这个宽度跟这个宽度比起来很大的时候呢 这线会偏这边还是偏这边? 对不对? 这个比这个都很大的时候呢 A比 偏这边吧 A不是比例还大 所以它会比例还大 来我们来看一下画线喔 画线喔 你看喔 我画就太夸张了 画上 画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把它延伸 这是一个A 这是另外一个A 表示这个比这个大很多的时候 是不是越来越陡 假设嘛 它这个变数啊 A也是个变数 对 是不是? 我说A就是这个比例关系嘛 对对对 A这个比例关系嘛 所以A如果很小 都往哪边? 我很小 就会躺下来嘛 所以A代表这个关系 所以当我有一个正比关系 我说 Y跟X的正比关系 我就可以选择 Y跟AX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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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A就可以决定 当我把这条线画出来 做实验 我经过实验 把这条线画出来 我就可以看到A了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嗯 经过实验 我会被求出A咯 假设做实验呢 我们会要读规定 彈簧 记不记得 我那边讲 假设我 我做D 跟X关系 我发现呢 这个彈簧 下面有个物体 这边有个质量 所以它有D D D 像他 像他 所以我做的关系 是什么 假设自然长度 是这个样子 我开始 挂个东西上去的时候 它拉到这边来了 它变长了 不是因为说谎 没关系 是因为我放哪个东西上去 我看起来有变长度 它有变长 但是我们变长 F 就是X 我发现呢 我放的东西越多 这个X越大 我放的东西越小 X越小 我是不是说 F正比X 所以就可以画出一个关系 对不对 这个关系组 是这个样子的关系组 F 就是X 这是F 我的力量越大 X越大 好了 那这个 我想把它写成等式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写 K K随便给 K随便给 就跟这个A随便给 是一样 可是K 可不可以求出来 K要怎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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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边 在哪边 那就是原本剪掉 什么原本剪掉 什么原本剪掉 K怎么求 我刚才刚讲的 我只要找这个斜线 在这图上的关系 我就找K了 不是吗 就跟我刚才 我刚刚不是讲说 讲这个斜线越 越低 这个A是大来小 那话说我来 跟我讲 这个线低的 A是大来小的 A是很大 A是很大 K是很大 K就跟A一样 是个系数 他那是不管 K 我现在来解释 对 那我先问你 这个图题上 A 是大来小的 我不知道A在哪里 我给你写先 不知道A是哪一个 A是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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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怎么说的 等一下 A现在如果抓教球 A现在没有Y A在Y走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 这是1 2 1 2 2 2 所以我们可以对应过来 这边有个A 对应 是不是 所以A是什么意思 A是这个高度 跟这个宽度的比例 是不是 是不是 是我刚才没讲过 所以我当这条线画出来的时候 假设画出来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知道A的大碗 可以 可以 假设 我这边两根管是 当是1的时候 就这样就是 0.3 这边2的时候 两根管0.6 所以A的多少 A大概 0.3 有问题 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只要把线画出来 这边就是A 那同样 我只把线画出来 可以图K 如果不知道K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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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A的意义是一样的 A的意义 A在这边的意义是什么 同学 A的意义代表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A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有多少 或者说 这条线的 斜的程度 对 这个A越小 是不是越躺下去了 所以A如果很大 是不是越来越高 是不是关系 是吧 所以假设我做实验 我做常常的实验 好了 我放了一克的东西上去了 我发现它给拉 它给拉 3公分 我放2克的东西上去了 我发现它 6公分 我放3克的东西上去了 推测它 可以拉多少 推测它 可以拉多少 9公分 对不对 9公分 好 确实拉9公分了 我们说 OK 这个符合这个关系 K会等于3K K等于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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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数学核 成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这K就等于很像成立 就不对了 K就等于3 就这样 K就等于3 好不好 我知道你有一定卡住 卡在这个 你想要把K等于另外一个公式 但是需要 K可能就是个子 但是K也是个子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F0 3 AKS 是不是这样子 简单单讲 我看 1带进去的时候 F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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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6 简单单讲 如果你要给K个单位 K的单位 K的单位是什么 想一下 好 AKS的单位是什么 AKS的单位是什么 KS的单位是什么 KS的单位是什么 KS的单位不是重要吗 Kch D K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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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1公分的时候可以3克 我放3克拉到1公分 我放6克都可以拉2公分 我放3公分的时候 拉到3公分可以拉9克 可以放9克 所以我们的力等于3x 那简单来讲 就是说我1公分的时候 1公分的时候 我可以拉3克 那我这边但会问一下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3,这个K K的单位是什么比较合理 K的单位可不可以是 克处理CM 是不是这样比较合理 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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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想想看 假设我们把这个全部呈上去 把单位呈上去 这边是用3克 等于某个东西 升上1公分 是这样的 那这某个东西会等于什么 为什么要这出出来的 这边1公分分之3克 是不是 我讲你什么 3克 5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单位 就是我们的数字 好 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解那个测量的时候 所有的测量都会有一个值 跟一个什么 单位 对不对 你几公分 我163公分 163公分 对不对 就表示身高 任何一个量都会有个单位 所以 这是力 那我们用这种克 利用克的话 算算克重 就是因为它是重力的关系 克重 克重 才是所谓的 力的单位 因为克里面是质量的单位 但在地球表面都会有低吸引力 所以每个质量都有个力 所以克重 好 所以这个K 就是等这个 3 所以我们刚刚有说 算出来的值 是3 但它一定有个单位 好 单位 如果这样换算就是这样 待会是这个东西 每公分 多种克重 OK 看我底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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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记得哦 仔细看不懂 哪边看不懂 我穿 你刚刚那样做出来 可以看不懂 好 K是什么意思呢 上次在前面讲过 我刚刚要记得 当这个弹簧问题 硬的时候 硬的弹簧 那它动到不动 拉不动 可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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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吗 可以很大 我同样是9克 我同样是3克 3克的动量去拉弹簧的时候 它可以拉很长的拉1克 你说半个人 我说很硬的弹簧 拉很久 拉很久 对不对 所以用9克 在这边 好 那我用3克 用6克的力量去拉 它会拉稍微长一点点 比刚刚的多一倍 对不对 所以我 所以我用橘色的这条线 来画起来 是一个很硬的弹簧 所以K值就比较大 是不是 是不是跟刚刚这个很像 A值很大 就表示线怎么样 A值很大 那线是稠的嘛 是不是 A值很小的时候 表示线是水平 几乎水平的 K值也是有同样的道理 所以在这边 彈簧上 K值代表什么 代表彈簧的 总是不容易被拉伸的强度 K值也代表彈簧很硬 不容易被拉伸 K值很小 彈簧很软 很容易拉伸 这样没意义 但有意义的 那看单位 这单位是什么 K值的单位是什么 每公分所需要的力量 所以K值很大的时候 表示每公分需要很大的力 还是很小的力 很大的力 很大的力 所以K值如果很小的时候 是每公分所需要的力量 都很小 是不是有意义 所以从单位 也可以看出这个K值的意义 每公分所需要的力量 所以给你一个谈谎说 这K值一万 比较什么 那这个单位来讲 每公分需要多少 一万克重的力 比较他要挂十公斤 是每公分都多 比较他要挂10公斤 这一般版计的力量 很强 他要挂10公斤 可能要挂10公斤 他有挂10公斤 他 Collected Imple 或挂10公斤 他不是吃了碎10公斤 他不是吃了碎10公斤 他只是造型 他就是躺 只是造型 他正在弹簧 他弹簧 他弹簧 他不动 他替ระ抹操 因为他承受的是汽车的重量,汽车的重量是1吨 你开车遇到那个咕嚨的时候,你下去那瞬间整个都是2吨 所以他要支撑2吨 2吨重,2吨重 2吨重,2吨重,2吨重 2吨重,2吨重 比较 perdre TAY、1吨重 而且充分的力量是蛮大 有,其实有人在这样做 他把车在移动瞬间的振动转换成电,就可以充电。 在下波或是振动给旋边充电 但来得复杂 这测的多处是最好用的 在國外有副腳踏在那時候去分散的時候 你看他們的科學博物館 他們有帶你副腳踏車 它很漂亮 你表面上看不真的有電機用品 表面上看不真的有電機用品 但是它是一部電動腳踏車 它下鍋的時候又自動充電 它震動的時候才充電 然後上鍋的時候 你把手可以稍微旋轉 它就可以加速 幫你加速 那你腳踏的時候 假設是平的路 你腳踏多踏一點力的話 它會把那力也的回來充電 所以它是不斷的吸收能量 然後在房子裡面 那很棒 那一部車很棒 那一部車 那一部車 那一部車很容易 也不太會吃嘛 那一部車平台要四、五萬台幣 要四、五萬台幣 是喔 那一路過了 好 我們再歸來 所以彈簧跟 這個叫做正比 有一點點概念 那回來彈簧 對 回來壓力這件事情 所以壓力我們剛剛也做實驗了 發現壓力正比余地的大小 對不對 力量越大 改動的壓力越大 壓力跟面積乘環比 接觸的面積乘環比 面積越小 你會覺得越痛 線的越深 那是壓力的影響 所以壓力正比余地 壓力反比余地 壓力反比余地 反比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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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給它定義 這時候就跟剛剛一樣 Y等於AX 或者說我們說F等於K X的時候 這是球做時間救出來的東西 力跟長度的關係 其實做時間可以做出來 對不對 但是壓力是被定義出來的 它還不確定那麼辛苦 所以我們就直接定義 壓力 等於 A分之F 好來想一下 它正比的A分之1 你可以寫成 P等於 A乘上比 A分之1 假設我們要寫下這個樣子 Y跟X正比對不對 我們就拿Y等於AX 對不對 有不可以 Y正比X 所以我們就寫來Y等於AX 對不對 好 我剛剛太講了 我剛剛講了 我可以再加一個A 我可以再加一個A 停 所以 任何一個正關係 都叫正比對不對 好 是不是 這三條線的差別在哪裡 是好 沒有錯嗎 好 所以我只要寫出這樣的關係 我就說Y跟AX正比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可不可以 壓力正比於A分之1 壓力跟面積成反比 壓力正比A分之1 所以我們可以寫 壓力等於A乘上A分之1 對不對 好 那A不是A嗎 哪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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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會等於A 你剛剛說什麼 我說A分之1乘A會等於A 你剛剛不是說等於A 你剛剛說等於A 好 所以我剛剛 我一直在強調一點 拜託 你最好能夠習慣的 把你所講的東西寫下來 去核對一下 好不好 好 因為你當下寫 當下所講的東西 跟真實 你說講的 或你哪個想像是不一樣的 我們所能接受是一講出來 我沒有要接受你心裡頭想的東西 好 我以前有遇到一個事情 蠻有趣的 那時候我們像兒子 小時候 他有一次看了我去看 看腦袋飯店 誰不重要 他就看我看飯店 看了飯店就說 我問你幹嘛你看著我 他說 老爸你有沒有聽到我 腦袋跟你講話 我說腦袋在講話 我聽不見他 沒辦法把你講出來 但是還是不知道 因為腦袋會有聲音 你腦袋會想一些事情 可是那些事情是別人不知道的 好 那你的問題是 你講的跟你想的不一樣 所以我沒辦法理解你在講什麼 所以這會造個誤解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訓練自己講的跟想的不一樣 要一致 所以你要不斷的把你講的東西寫下來 然後再核對一下 你到底講的 你到底寫了什麼 你寫的東西跟你講的不一樣 這樣子是一種訓練 而且很重要 這個訓練很重要 把你所講的 或把你所想的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 你去核對你所講的 或你想的 是不是你真的想的東西 這非常重要 拜託要有一個習慣 訓練也是一樣 好 回來 這個東西相當還是negative 這東西相當還是歪的 這兩個層正比 我們可以寫這樣 這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或者是我們可以看到 F正比 P正比 F P 等於 V F 可不可以 V只是另外一個A的意思而已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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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很欣賞他是 他在這張課上 他不會說 因為講出來 本來有一個小老闆 不敢講 他不會 所以這才能說 學到東西 這才會學到東西 大部分的同學 不容易學到東西 那種害怕 講出來會被嚇 我害怕講出來會被嚇 我害怕講出來會被老實說錯 那你想想看嗎 在這張課上 誰是專家 也敢講是 我是專家 我不會刻意說你錯啊 你沒有學到是正常的 你還不會是正常的 不是嗎 所以你把你的不會拿來跟我問 說說你沒聽懂 剛好解釋的東西 問我一遍 再問我一遍 或第三遍 或第四遍 都是合理的 都是合理的 這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 所以你越不問 你就越不容易懂 在任何學科上都一樣 有些人在梅棠課上 你都舉起我的老師 那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有問題就是 欸 不好意思你剛剛講梅棠 掌聲講一遍 有時候你剛剛講太爛 沒關係 對不對 也許我表達不好 沒關係 好 再講一遍 好不好 所以我們可以當寫的問題 好 假設啦 這個東西可以A B等A分D可不可以 所以可以寫P等於A分F 就把它寫成一個等式 所以那等式 因為P是被定義出來 所謂的被定義的 是我們將它這樣子 所以P不用去做實驗 P不用去從這邊實驗去 做到前線 P就是我要求它變成這樣 P就是被指定出來了 壓力被定義起來 A分F 我們來看看對不對 P是正比F 有沒有符合這個關係 P 是不是正比A分G 怎樣 正比A分G 就是反比 正比A分G 就是P跟A成反比 壓力跟面積成反比 壓力跟面積成反比 對 放A分G 合不合理 都符合這兩個條件 也是符合我們實驗的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定義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壓力 壓力就是面積分之力 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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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面積分之力 我問你 轉圈什麼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大中環 大中環 大中環有什麼 我當我看到一個部體 他收了一個定 這個定 這個定 P都很厲害 你看 這個面積壓在我的手上面 我試了個力 我要說 這兩個接觸面的位置 所感受到壓力是多少 怎麼算 是 就把力的大小 力的大小才會量 我用彈簧身就可以量了 我用彈簧頂著它 彈簧凹陷多少 就可以知道力的大小 是不是 把力的大小 去除上這個面積 面積會量 面積可以量 如果是一個不規則形狀 不規則形狀 像這次剛剛是扳叉對不對 我手貼著 我手這樣貼著 接觸面積在哪裡 接觸面積在哪裡 就是這一塊 並不是扳叉大小 對不對 就是這一塊 這塊面積可以量 可以 怎麼量 這什麼方法 我把它畫上去有方法 我真的沒有方法 怎麼量 面積怎麼量 小學都選過了 手面積怎麼量 這個要畫起來這樣畫 這樣畫就能量出來 我畫了一面積 這面積多少 我畫這樣 怎麼量 應該好 這邊是怎麼量 像量腰圍 那量面積嗎 請問這個面積跟這個面積誰大 可是你量腰圍這樣到一圈 好像就比較大 不是 那是拿一個尺來這樣 然後 每一根收手都這樣 對 我跟你講小學學過怎麼量 小學學過怎麼量 放得子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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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量過 沒有 沒有量過 小學你在學什麼 道路比較小學 放得子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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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格兩格三格 再開始 然後這邊 這不是大一格 跟這一個 湊成一格 這邊 湊成大小 這簡單兩面積這樣做 這東西 不管你需要大學 需要研究所 需要博士本 也是這樣做的 別人說 這麼笨的做法 對 我們也做這個方法 其實在大學這個微積分 是有方法用數學去計算 但是做法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你們所學的 不要記錯 那東西沒有忘記 我們在學任的東西 拜託 我以前讀研究所的時候 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們學微積分 微分積分 那時候學得非常難 我學微積分公式很難 那個方程式 微分方程式很難 我都不會 我到研究所的時候 那個老師很厲害 因為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老師就說 這個方程式套什麼公式 套什麼公式 解出來了 好厲害 三個字都解出來了 那公式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在國外 那老師很厲害 那老師什麼 他不教費公式 他全部用推倒 這個方程式 他每天看另外 他不可以推倒這塊 推倒出來 然後看這塊 推倒這塊 全部推倒出來 就解完了 很厲害 我是覺得 我上課 我用備正的公式 我基本上都不用備公式 我就會了 我在大學的時候 沒辦法學 我也是我老師選擇 擴公式 擴這公式 擴這公式 你看我以前的公式有多少 翻開大概有兩三百個 常用公式 兩三百個常用公式 只要準備用到兩三百個常用公式 蛤 所以你不需要 但是你要猜他用哪個公式 你要知道他用哪個公式 你公式知道他用哪個公式 你公式知道他用哪個公式 都不簡單的 有 稍微自分到底幹嘛 有基本上算裡面一些 需要用來自分 但是這個題外話 但是我要講的是 你們從郭小所學的基本概念 到大學到研究所到福士班 都還沒有 所以什麼時候學習 算一段時間 不要去忘記 小時候 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都是被壓力 怎麼用 要去擔心一下 好了 所以 壓力被定義出來了 那我現在問你問題 假設呢 我在面積上 這面積呢 是15公分 我上面撕了一個力 10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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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讓這個面積上 這個最後面上 感受到的壓力是多少 怎麼算 怎麼算 P等多少 P等於 P等於 F之類 所以 哪個多少 A是多少 A是多少 A是 A是練習的 就是那種 多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沒寫 我有寫啊 你說我實驗嗎 結果不是被壓的地方 壓人應該是 19克的地方 它是5公分 而且 面積不是5公分啊 平方公分 而且平方 5公分 欸有問題啊 他在講 你們要想一想 他講的對不對啊 他講的對不對 面積對不對 樓圈對不對 面積多大 我勒 這邊有個值 很特別 這邊有個面積 假設我經過剛剛的精算 是5平方公分 我這樣放著 我去蹭過他 他所受的地心一缸 是10牛頓 我放在手上 假設這個面積用的手 完全貼起 我的手 感受到這個東西給我的壓力 是多少 怎麼算 他就是 5平方公分 5平方公分 分之10牛頓 對 對 不對 對 對 不對 對 不對 對 樓圈對不對 嗯 是對還是不對 嗯 是我要想想看 蛤 對不對 奧圈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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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逢 자�ivat 有五平方公分 分之10牛頓 真的意思是說 每五平方公分 就會不得10牛頓 像雙重 maneira disregard 要做你的 哦 通常 對 不對 不對 對 對 不對 我覺得哪裡不對 或者你不知道應該這樣寫 或者你覺得哪邊問題 請你把你的問題講出來 對不對 操縣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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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縣OK 你知道操縣是什麼 操縣是什麼 操縣是一個立的代表 就要往那邊學到 還會學到那幾個掃出來 但是立沒有大小 不公分那是齒 不公分那是最大小 偶爾高級大小就好了 因為我學過公分 公分怎麼定義 公分可以這麼長出來 哪個詞拿出來 那個最大多就是 那個單位多要叫公分 這樣就知道了吧 扭頓就是個立的大小 現在的單位就是要扭頓 現在不知道怎麼來的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單位是扭頓 所以號碟就要這樣 你不知道在哪講出來 問出來 我覺得是牛頓高強 OK 那我就解釋給你 好不好 這樣我就選了很快了 好不好 所以說每個同學 拜託你一定會有問題的 你把你問題問出來就好 牛頓 因為這裡是牛頓定義出來的 所以它定義一個立的大小 所以我們尊重牛頓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力的單位都定頓 10牛頓 10牛頓這個力的大小 好了 所以我們推測出來 這個壓力等級的東西會等於什麼 2 好 接下來注意啊 這是單位的變化 單位是什麼 就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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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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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結果嗎? SEC除以分之m是什麼意思? 就是每秒公尺的意思 每秒公尺的意思 每秒幾公尺? 推幅不是每秒五公尺的意思 對不對? 好,過來這裡 我們這樣經過計算就等於2 單位是什麼? 轉個 每瓶公分瘦阿酷的大碗 錯 每瓶公分 每瓶公分怎麼樣? 每瓶公分瘦阿酷的大碗 每瓶公分瘦阿酷的牛頓 你牛頓 兩瓶 也就是說 我把這東西放到手上面 在這個接觸的這個面積上面 我感受到的壓力是多少? 2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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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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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 五公尺 五公尺 每秒五公尺 每秒五公尺 每秒八公分 兩秒短 當我們不知道怎麼想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講的時候 就回來最原始的去想看你懂的東西 就會講 我沒有教你很複雜的東西 但是我只教你 當你看到一個陌生的不知道怎麼講 就回去想想你懂的東西 這個會講 每秒五公尺 每秒五公尺 這個會講什麼 每平方五公分 兩秒短 這個接觸面積上 跟我手接觸的這個面積上 我感受到的這個面積上 每個點上的壓力是什麼 就是 每個點上的壓力 就是什麼 就是壓力 這會怎麼講 每個點上材料感受到的壓力 每秒吋大的壓力 這是什麼 一秒吋 每秒吋高 每秒吋厚 兩秒吋厚 每次半公分两个 所以我感受到这根捏地上给我的压力 每个点上的压力都是 我是啊 来 容易告诉我多少 每个点上都感受压力多少 讲清楚一点 大声一点 不要不好意思 多久点说些 每个点都没有每个点 每个点都是每个平方公分 每个点就是每个平方公分 每个点就是每个点 任何点是每个平方公分 任何点感受到的压力都是每平方公分 2牛顿 OK 并不是每个点上都感受到压力是2牛顿 请问一下 2牛顿是利盐 我每个点都感受到2牛顿 我这边有多少点 不知道 这边有无限多点 一个点不用到2公分 一个点 但是这是一个平均值 我这点如果是 0.0000001平方公分 我感受到的力量多到 0.00002 对啊 你懂我意思 你真的要感受到 我懂你的意思 OK 这是面积 我们除上去之后是一个平均值 所以这个面积上都感受到的压力是一致的 每个点上都感受压力多到 每个点上都感受压力多到 每个点上都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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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覺得不舒服 腳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腳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腳會覺得不舒服 像一般來講 鞋子 這是一般的鞋子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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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他有沒有看到 修理 你沒有看見的意義 你沒有看見的意義 好 鞋子的大腳 女生的高跟鞋子通常長不像 這是什麼叫特殊 對他斜尖也就像這樣子 這斜根 天啊 斜根噴到第三道 還是一個面積 可是相對來講 他前腳掌跟後腳跟 我瘦的面積都很小 而且他是斜的喔 他斜的斜面的 他真的受力 事實上只有他點在受力喔 他只有錢 所以他女生穿高跟鞋 他這邊特別容易摸 而且很多女生穿高跟鞋的時候 他基本上會長雞眼 而且腳前掌會長頸 很厚的頸 不會很屌嗎 不會很屌 長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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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你的肌變單點 那一點會不會太痛 所以協調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行為 如果協調 因為協調 穿高跟鞋總是會 搖曳生肢 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他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但是對自己來講 是虐待你腳 所以 這是問題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他壓力太大 因为他的肩膝面积太小了 他肩膝面积太小了 所以他肩膝面积改大一点 所以他肩膝面积改大一点 所以现在有人穿一种鞋 叫做半天 半天高 他把鞋做高一点 鞋做高一点踩高效感 他一直弯来弯去 但是他的肩膝面积比较大 但是他肩膝面积也会不小心弯来弯去 但是他很不稳 这个很危险是什么 他比较跌倒之后 他脚踝会扭到 他脚踝会扭到 所以这样很危险 好 细节或女生 好 看课了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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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ership 琼 的 划 Regardless 址